你想我车子买车买成28万 修理修了33万 他不告知我的情况下 他把车子给我修了 那么已经造成计程事实 修理了以后 我是不是就只能接受这个限制 女子当初买车花了28万 初事故在4S店维修过后 工作人员却报价维修费33万 下的女子车都不敢要了 那么为什么修理费 还要高出新车价格5万元呢 这其中究竟有何引擎 车主陈女士表示 自己的车薪买没几天 就遇到了交通事故 由于自己的失误追尾了一辆货车 简直就是鸡蛋砸石头 大货车没什么事 自己车子的引擎盖却已经严重变形 并且还需要负尸骨的权责 还好车子在保修期内 紧急之下陈女士通知了保险公司和4S店 车子被4S店拉走后 自己签了一份授权书便放兮回家了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 4S店也没传来车子修理的进展 足足好几个月后 4S店终于发来消息 让陈女士过来提车 本来车子修好了来提车 是一件值得惊喜的事 然而接下来让陈女士直接绝望了 工作人员声称维修费要33万元 这让陈女士立马不淡定了 认为当时只是车头受罪严重 其他部位基本都好好的 再加上发动机也都没坏 你报价33万是从何而来呢 当初买车的时候才花了28万 难不成你把我整个车都换了吗 带着种种质疑 陈女士来到4S店讨要工档 之后4S店提供了一张明细单 清楚地看到工事费为8万多 而配件费则有24万 加在一起远远高出新车5万块钱 陈女士对此大吃一惊 干脆不想要这辆车了 4S店却表示这都是正常的价格 因为陈女士的车是进口车 所有配件都有昂贵的价格 而且在定损的时候有些问题很难发现 只能在维修的时候遇到 所以发生了这种价格落差的情况 陈女士对此极力反驳 因为她当时未寻过其他的大型修理厂 完全没有这种添价的维修费 而且他们开始报价10万 修理完下来也只需15万多 并且4S店在修车期间 从来没人来跟她沟通情况 而且关于用什么配件以及相关费用 都没跟自己报备 完全是4S店自作主张 最终来了个33万的维修费 如果知道是这种情况 维修费如此之高 那么陈女士肯定不会维修了 干脆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报费 最起码保险公司还能赔偿她一个满意的价格 差不多和新车价格接近 所以她决定一定不会当这个冤大头 并且要追究到底 28万买的车维修费竟高达33万 这让车主感到非常奇葩 而且4S店还自作主张 没经过自己的同意就擅自使用高价配件 这个账她绝对不会买 4S店对此又下调了价格 让陈女士付24万维修费即可 陈女士对此还是不满意 如果她直接申请报费 那么还能用这笔钱去购买新车 为什么还自掏腰包24万呢 一边是修过的车 一边是新车 相信谁都知道该选哪边 车子如果按照保险公司规定 超过7%就可以做报费处理了 报费的话可以凭我个 保险公司他凭我个新车的价格 我是不是可以买个新车啊 然而对此售后经理却表示 并不是你想修就修不想修就不修的 原来当初陈女士 签的那份授权书 就是同意4S店进行维修工作的认可 而且这个车能不能报费 也是保险公司鉴定 并不是陈女士说了算 对于4S店的说法 陈女士显然不能接受 表示如果协商不清楚 那么她只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对此小编认为 不管怎么样4S店在维修的过程中 也需要和车主进行协商 这样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车主负责 不过维修费比买车的钱还要多 确实放在谁身上也难以接受 真不如再重新买一辆了 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